寿丰乡丰山村的县级考古文物馆即将开幕 而馆内收藏相当多的玉器 考据之后也都和丰田地区的玉石矿脉有着相关联系 花林县文化局更希望借着文物馆的开幕 和当地的玉石业者结合 让民众能够更了解考古文物 和当地玉石文化历史脉络的深度意义 早期丰田地区就是玉石产业盛极玉石的村落 而更远古的时代出土的玉石文化就能够考究出 都是来自于丰田地区即将开幕的考古文物馆 对于在地居民都相当期待 能够再次创造丰田地区玉石产业的荣景 我们台湾裔在我们丰田地区这个聚落 四十几年前是非常非常的风化 当时有大概七十几家业者在加工 都是从事台湾艺外销 以外销为主 后来因为到七十年代以后呢 慢慢就没落了 就一家一家的结束 所以到现在剩了我们几家还在这边打拼 我们已经走过做台湾艺大概算一算四十七个年头了 所以我们希望博物馆都成立以后 我们可以把在地的产业透过我们博物馆来牵线 我们到矿区去巡礼一下或是到我们工厂来 我们大家互相来探讨台湾艺它是长在什么地方 它是怎么样形成的我们互相来探讨 因为边缆文化的一些产物 我们在地的一些古物很多都是我们台湾艺加工出来的 丰田玉石在四十年前升级一时 据当地的玉石业者说 全盛实习有七十几家 加工厂设立在丰田地区 如果考古文化馆能够在与当地居民结合 推动玉石文化的推展 或许能够找回居民的回忆 并且还能够再次推动玉石加工的产业深度旅游 让文物的生产到销售过程 让游客以及居民有更深的认识 活络在地产业是他们所乐见的 记者林杰说风箱 采访报道